以后寻觅的所有困难 都由我跟善良两个人独自传单 我不要再在公司见到你们了 离开公司 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加油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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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给我转了五十万 你公司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我作为善太太 应该要帮你共渡难关的 那你哪儿来的钱 你别问了 能帮到你就好 给我 给我 这中间那一页呢 红武鞋呢 你把红武鞋的设计搞给卖了 为了你 我愿意 我愿意 老公 你心跳得好快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 我知道这些钱可能还不够 没关系 我可以把玻璃磨的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放心 善良 我愿意为你做一切 因为你值得 我不值得 温柔小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她对你可是真爱啊 我真的不知道 她这么好 我们却骗了她 方案是有通过的 骗人的也是我 我不会牵引你们的 我现在就告诉我 老婆冷静 老婆冷静 可是都不计算 我香港已经拥换了 你没有闭口 你没有闭口 人家里没有闭口 你没有闭口 你没有闭口 人家里有闭口 人家里有闭口 你一闭口 你怎么不够 王爷们的人 我有事情要宣布 今天在场的各位 都是寻觅最最重要的员工 善良能有今天的成就 你们功不可 不不不 我们什么也没错 善良的性格我是了解的 有些事情她做不出来 全靠你们 在背后推她一把 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做 是为了善良 为了寻觅 但是你们没有考虑到自己 你们真的是大公无私 鞠躬尽瘁 死而后 没有没有 我们没做什么 今天寻觅有难 我作为善太太择无旁贷 所以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从今天起 你们不要再来上班了 老公 我知道你善良 但是你要想一下 现在公司的处境 你进去留着他们 那是害了他们 我把我的红武鞋的设计高卖了 才凑了五十万给你 还要怎么样呢 老板 我才刚来 我还没过适用机呢 对 其实小美的工具 我之前也买了很多包包 当时都是图便宜的时候才猛 但是积少成都 那也是一笔很大的花销 小美 换了公司 以后点完卖的时候 就可以加个鸡蛋了 善总 我可是老善总 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 对 周静昌是老员工 我以前有一款 千两款的包包 是爸爸送给我的见面里 我不也一声招呼没打 去把它给卖了吗 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 宝宝 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 我哪一个包包 对我不是一心意义 但是人要学会割舍 才能成长 所以我今天要宣布 以后寻觅的所有困难 都由我跟善良 两个人独自承担 我不要再在公司 见到你们了 离开公司 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加油 走 静姐 静姐 小美 你们 一定要保重 好 接下来 怎么办呀